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长好 请委同志 辛苦了 我不辛苦 我太激动了 有点紧张 我就没想到您竟然能亲自见我 队长 来到您是陈德道 陈德道 我说的你都听明白了吗 你现在不能回去 我得马上安排你转移 不行 我现在不能走 现在不是我的安全 是关系到整个组织的安全 你放心吧 我会没事的 事不宜迟 赶紧按照我说的办 好 我马上去安排 你 多保重 打什么 打什么 打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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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的算 打 好 打 投 陈副处长 是越打手气越好啊 运气好 打也挡不住 我跟你们说啊 今天啊 谁都不可以提前楼 没问题 难得陈副处长这么有兴趣 我们肯定一赔到底 陈长官 有您电话 谁啊 这一盒的电话 谁也别动啊 等我回来 我这把会张招 带你 看住 那快一点 我找啊 带你啊 喂 奶奶 请问是军阀处成 得到陈副处长吗 是我有啤酒放忙着呢 我们听说你手里掌握着 伤害重要的经济物资 我们可以给你一个 气暗投鸣的机会 你们是 那边的 如果你愿意 我们可以坐下来谈一谈 好啊 可以谈一谈 我手上有很多东西 我相信贵党会很感兴趣 一个小时后 一个人到福西路 武福村162号 街头暗号是黑暗 对应光明 好好好 黑暗对应光明 准时到 准时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本集完 你找谁 黑暗 光明 陈先生 请进 相信你也知道 上海的经济形势每况愈下 解放军不久就要进城了 你之前作为上海经济警察大队的队长 对于上海的经济情况应该有一些了解 这次找你来 就是希望你和我们一起商讨对策 共同为上海的解放送上一份贺礼 也对 我在国民党这么多年 不仅对上海 对其他城市的情况也很了解 当年抗战胜利以后 上海 南京 北平 天津 我都接受不少 我都研究了不少啊 经济方面我不敢说自己是专家 但也 小有心的 我们希望你可以真心悔过 把你知道的事情掌握的物资都告诉我们 为上海这座城市和平解放 为上海人民今后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处以分力 那是一定 那是一定 我知道归党的政策 融化改造俘虏 让我们这些战错队的国民党 又有机会重新生活 不过 我想知道 像我这种主动要求投诚的 等新政府成立 是不是能 另谋心职啊 实不相瞒这些年 我心一直在归党呢 只要组织相信我 我随时拖党 加入归党 我们很高兴 你有这样的决心 你过去为反动统治服务 做了一些坏事 但现在 你有这样的觉悟 并以实际行动响应我们的号召 我们相信 你一定能够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 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们的二号首长 刚刚底湖 他特意点名 要和你见面相谈 请组织放心 我一定完成任务 现在战争还没有结束 你为我们工作 我们会保护你的安全 从今天起 你的代号就是强威 强威 真好听 很具有迷惑性啊 我就是你的直接联系人 我姓毛 你可以叫我毛先生 毛先生 这里就是我们的联络点 回头 我会把我们的街头方式告诉你 嗯 毛先生 稍坐一下 已经和二号首长约好了 明天下午四点 城隍庙春雨小时店二楼包房 到时候 你带上这本时代杂志 这就是你和我们首长的 街头暗号 首长好 江卫同志 辛苦了 我不辛苦 我太激动了 有点紧张 我就没想到 你竟然能亲自见我 坐下聊 坐 小卫同志 我这次来上海呢 一来是全面接管上海的地下工作 二来啊 主要就是想见你一面 感谢你为上海的解放事业 所做出的贡献 千万别这么说 都是一家人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向首长保证 不管是现在 还是将来 我臣得到是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其实组织上对你一直都给我信心 这些年来 我们不断地在观察你 你的工作 你的能力 我们都是很认可的 感谢组织上的信任 我一定不如使妙 多力辛苦 坐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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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这次来 主要是想把我这段时间掌握的情况 向首长汇报一下 从二月开始 蒋介石秘密修建周山机场 用于国民党大批官员撤退 并且 他秘密命令上海和南京的官员 把上海银行里所有的黄金白银银元 转移到台湾 同时他准备将上海重点的金融单位 工厂等经济明白进行破坏 对 这是我这段时间收集整理的 关于上海地区物资财产情况 就当是给首长的见面礼 这可不是给我的见面礼啊 这是给全上海人民的见面礼 对对对 这就是物归原主啊 您看看 里面有上海制达保险公司 横云通房产公司 太伍式证券公司 这些公司比人都有支配权 我可以保证在解放军入城之前 这些公司不受任何损失 好啊 你提供的这个情报非常有价值 辛苦了 俗话说共还难同富贵 我希望日后首长能够在新政府 帮我谋个义官办职 我陈他道 一定为党和人民捕碎 鞠躬尽瘁 死而毁 吃饭 如果您不想起的话 咱们就一起吃个家常面饭 好啊 干什么 首长快跑 首长快跑 首长 你先出去 顾双军你耍老子 首长你的戏演得可真好啊 首长你先出去 是 顾双军 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 你单敢涉局陷害我 你们知道我是谁吗 国防部军法处副处长陈德道 想死吗 你们出去 把门关上 顾双军 你别以为你用这种方式 就能把我拿住 我是奉命行事 奉命 奉谁的命 你怎么不看看现在的形势 都已经火上眉毛了 现在只有你一本正经的抓功能 以后可是共产党的天下 你要为自己想想后路 你不让我 我现在 是为我们的儿子重生向后路 重生跟你没关系 你根本就不配提他 况且 你在我这儿没有活路 双军 看在儿子的份上 放过一条生路吧 我发誓 远离你们公司 永远不出现好吗 双军 你想想 我救过你多少次 在南清 在上海 人总要念旧情的 是吧 双军 你给儿子起名叫重生 就是希望儿子 能够重新活一活 我是重生的亲爹 重生也希望他亲爹 能重新活一活 是吧 求求你 放回到生路好吗 请不吝点 陈德道 你知道我等今天 等了多久了吗 十六年 两个月零三天 这么多年我所经历的 我所承受的那些 永远都挥之不去的画面 都是白你所赐 不过不重要 因为这一切 在今天 我终于可以解脱了 少女 放过我 陈德道 你就是一个解脱 党国就是因为像你这样的解脱太多 这是治不好的 只有一个办法 grandes事 承认 是 小丹 大致有个解脱太多 来 宇主 战长 您怎么来了 我来接你出去 事情你就查清楚了 是个误会 你受委屈了 陈长 郑诚 为了党国 这点委屈 不算什么 你对党国的忠诚 我都看在眼里 如果战里 谁敢因为这事对你不公 我一定严加成半 还你清白 谢谢陈长 我已经帮你安排好了车子 送你回去 这几天你就在家好好休息休息 等休息好了再来上班 走吧 小姐对不起 你怎么办 1949年4月21日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 第三野战军全线发起渡江战役 21日 王努宗 朱德发布 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22日下午 国民党当局棋守南京 部署汇权 刘宁知名这是马庆远 吴易芳 致处立南京治安历史委员会 23日上午 带走公立宗人等撤离南京 中午 国民政府发言人在何英清公馆 宣布撤离南京 同时 中共南京地下市委组织力量 保护城市、学校、工厂、商店 和组织机关的工人、学生、店员等 进行户校、户场、户电 将两千多名原国民党警察 组成人民警察总队 在室内分区警戒 大叫场、机场、电台 和指挥塔台、狮子山炮台 驻八斗山的海防第二舰队 相继起义 同志们 上海已经岌岌可危了 上风已经下达了 相关人员撤离的决定 现在才想起让咱们撤退 现在跑还来得及吗 那些有钱有势的 就那他家的老妈子 都在几个月前上飞机跑了 是啊 听说共产党 把他安婆撤退的三十万军队 都掐了脖子 现在咱们等于是瓮中之鳖啊 就剩等死了 大家不要慌 就算党国抛弃了我们 我也不会不管你们的 过不了几天 就一架飞机来接我们 你们都是我的亲信 我保证咱们共进队 玉竹 你也回去收拾收拾 撤退就这一两天的事 镇长 那双举呢 双举还有工作 这次不跟我们撤退 李竹 霓装哪儿去啊 要不跟咱们一块走吧 我要去更办公室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会更办公室啊 赶紧回家收拾收拾东西吧 我要去劝劝盛局 我劝你啊 还是别操这个心了 我听说这是他主动要求留下来 执行潜伏任务的 可是现在站里人都走了 谁还有心思工作啊 就算有心思工作 向谁汇报啊 这事你别管 顾队长这个任务啊 具体的内容和潜伏人员的名单 这都属于最高机密 他直接向国防部汇报 确实 既然他自高朋友 站站也乐乐省心 咱们合了而不为呢 是的 谢谢 这次的厦门之行案 真的就要一个收获破风 国民党果然囤兵在厦门 他们想做最后的挣扎 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你放心 我已经将蒋介石 在厦门的新营注定 兵力部署等等 绘制出了一张 详尽的军事地图 已经带来伤害了 只是这段时间 我不在你身边 你受委屈了 小猫跟你说了 这个小猫 嘴巴倒是够快的 要不是猫头告诉我 我还不知道 原来你的处境这么危险 他肯定是夸大其词了 其实 只是有惊无险而已 不过我倒没想到 你现在变得这么老辣了 我也是一个酒精沙场的 老情报员了好吗 夸你碰你就喘了 虽然说呢 我这一次陈德道当了体罪羊 但是以孤双局的性格 他应该不会善罢甘休 一定会继续追查你的身份 眼看就要胜利了 我不想看到你在冒险 所以我想上级请示 让他们批准我们夫妻俩一起撤离上海 不行 我还不能走 孤双局负责的那个姐夫任务 我还没有搞到具体的内容和人员名单 那这件事情我来帮你做 你先撤退回乡下 这个任务连孙天璞都不知道 唯一的负责人就是顾双局 想要搞清楚这件事情的真相 只有让我去 因为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那好 我陪你 我陪你留在上海 接住你完成任务 然后我们一起走 母娘 母娘 你要是相信我 就先去乡下 找长发和和平 等我一完成任务 我就去跟你们会合 我们在一起出城 我不是说不相信你 只是 马上就要打仗了 我真的不放心和平 你就当 事先替我去看看他 等我如意完成 我就去找你们 我来帮你 我来帮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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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专员 这里有些文件 您看一下 帮我签个字 到办公室来 这些都是之前欠下来的单据 站长不在 说让您签字以后 我们就可以拿到财务那里 报仗领钱了 这是行动队的外情津贴 你拿给顾队长 让他签字去吧 夏专员 您就帮我们签了吧 行动队的人都走光了 顾队长也不在站里了 顾队长又没离开上海 那就等他回来再说吧 他们行动队的事我也做不了主 问题是顾队长已经不在站里办公了 那他在哪儿办公 你可以去找他呀 我们找了可一直都联系不到他 没跟顾队长打招呼 这字我没法带签 行了 这些你先拿去报仗 行动队的之后再说吧 那好吧 大刘啊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弄这些东西啊 还不赶紧走啊 走不了 我还得给行动队里面送东西 你们先走吧 好吧 那你多保重啊 我们先走了 先走吧 大刘 夏专员 要回家啊 不是 是行动队管站里 让我把电台还有武器给他们送过去 行动队啊 来了 那正好 我这儿有一份很着急的文件 要找顾队长签字 这样吧 你把地址告诉我 我帮你把东西送过去 这个地址我还真不知道 平常吧 我都是让司机 给他送到江湾邮政局 这样啊 那行吧 你忙吧 我走了 好 走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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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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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电台 我们检查过了 都没有问题 好 回头给他们送过去 是 队长 这是刚刚接收到的电文 国防部要派一个特派员来 让咱们对上海的潜伏计划 进行一个详细的汇报 特派员什么时候的 明天 明天 是的 汇报之前 务必把潜伏计划里边的人员物资都落实了 你现在跟我去送电台 顺便帮他们调试好 你俩留在这儿待命 上去 你俩留在这儿待命 联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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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老 听说了吗 保安处和特务营 您护送的保密局重要的档案 和贵宗无辞的车 马上就要到了 怎么着 走还是不走啊 走 他还是这么个队长 能走哪儿去啊 我跟你说啊 再不走 就真等着共产党打进城 就地枪决了 车什么时候到 就这两三天嘛 我又想着要去那个 鸟不拉屎的岛上憋习一辈子 真是 都什么时候了 还那么多事 管他去哪儿呢 先保命吧 说明처第二天 更多事 儿子 有什么时候 有什么时候 就多事 不够认识 那里有什么时候 还 buld上 是 三个月 や 刻 那里也不说 楼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刚才那份潜伏名单是不是没有消火 我发报之后就接收到特派员要来的电文 名单就随手放在桌上了 赶紧掉头回去 是 大六 带个圈 收费 拿钱 多少 两块 今天送不少啊你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下次谨慎点 是 厉害吧 简翘 简翘 看我的啊 不跟你比了 简翘再来啊 不玩了 老了 君浩少爷 这解放军是不是要进城了呀 是啊 就快了 那 你跟宇珠小姐打算去哪儿 这个就由不得我们来定了 不过我想呢 只要跟宇珠在一起 去哪儿都是假 去哪儿 君浩 宇珠 宇珠小姐 小发 我把车停到后院去啊 好 光平 过来 快 choosing 我把车停给你了 我从衫领 帮你去哪儿 帮你 trên 我把车行走 你走 我把车停到你了 因为我把车停到你了 你离开我了 我把车停满了 爬過漫長的夜 爬過漫長的夜 有時綿綿細語 飄落得太肆意 僅是那些記憶 一朵綻放中的紅茶味 遍遍花瓣不滿 靜音淚水還是那麼絕對 沒有一絲後悔 一朵人海中的紅茶味 體會夢多曲折 百轉千回無所謂 勇敢綻放有多美 作詞 作曲 編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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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面對 前半的總受罪 往事怎麼回味 埋葬毫過崩潰 一朵綻放中的紅茶味 偏偏花瓣不滿 靜音淚水還是那麼絕對 沒有一絲後悔 沒有一絲後悔 一朵人海中的紅茶味 體會夢多曲折 百轉千回無所謂 勇敢維靜音淚水 勇敢綻放有多美 風不吹 或許知道我心碎 不妙麗 萬最終結束 不妙乾 不妙一片 那一部 雖然你也走 他不妙眼 他真是無奈 不妙眼 有扶搬